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附近的水汽要慢慢变多了 午后降雨会逐渐增加 周末假期的天气又是如何 透过卫星云图一块来了解 云图上来看到 这段时间在台湾的北边这里有一个小高压 另外在台湾的东边这里呢 则有一个低压存在 这高压它是一个顺时针旋转 低压是一个逆时针旋转 所以对台湾来说 吹的主要就是一个偏东风到东北风 相对来说水汽是少的 天鹰状况呢也就相对来得比较稳定一些 今天就是如此 只有山区午后有些零星降雨 明天来看的话 天气形态也类似 明天台湾附近的水汽同样是偏少 所以各地呢 主要都是晴到多云 可以见到阳光 只不过呢 有阳光的情况底下 就要做一下防晒的工作咯 尤其在北部啊 东半部啊 目前看这紫外线指数 可能会到达过两级 还有空气品质 可能呢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中南部地区 慢慢也会比较差一些些 另外留意的山区午后 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雨机会 但目前看这种降雨 还是比较局部 还是比较零星 接着等到礼拜五的时候 也就后天 台湾附近慢慢转为偏南风 这时候呢 上来的水汽要开始逐渐增加了 所以在礼拜五这一天 主要还是山区的午后局部雷震雨为主 只是呢 礼拜五的山区午后降雨 范围会有所扩大 到山区活动稍微留意 平地影响还不会太明显 但接着等到周末假期的时候 南边有些水汽会持续的靠近 这个周末迎封面包括了在南部 包括了东南部 整天可能就会有些局部短暂雨机会 但主要还是到了下午 加进热力作用之后呢 在这个周末 礼拜六礼拜天 各地的山区 还有靠近山区的平地 都要留意可能会有些午后局部降雨的发生 安排活动在周末假期 就要稍微留意一下咯 而温度部分 我们透过地面天气涂涯来看到 我们提到这里有高压 这里有一个低压 因此台湾附近吹的就是一个偏东北风 水气少的情况底下 当然白天都有阳光 阳光照射加热 白天就会有些热咯 在明天也是如此的 各地的高温在明天来看的话呢 都是有机会来到31到33度左右 但早缓相对就比较舒适 早晚的低温大约呢 就在24到25度上下 但局部地区单点因为可能有些辐射冷却作用 加上空旷地区 温度就会比较凉一些 像今天清晨在花莲鲤鱼潭这种低温就不到20度 明天可能局部地区的单点温度可能还是有20度上下而已 所以这种日夜温差来到这季节慢慢就会比较明显一些了 因此最后天气上的小叮铃 我们就要告诉大家了 这种早晚局部粮您适时怕冷的朋友就要添加衣物了 白天还是晴朗的哦 所以您可要记得防晒了 洗衣服晒被子没有太大问题 礼拜五之后午后雷雨慢慢增加 周末假期午后雷雨增加状况还会再更明显一些 明天天气透过图卡一块来关心 明天我们提到在北部地区主要还是晴到多云的 要做一下防晒的准备工作 基隆24到30度 台北25到33度 新北25到33度 桃园25到32度 新竹25到32度 苗栗25到32度 降雨几率都在20% 而到了中部地区来看 明天同样也是晴到多云 台中26到32度 彰化25到32度 南投25到32度 云林25到32度 嘉乙25到32度 白天会有些热 但早晚相对来说是比较舒适一些些 而到了南部地区 主要要留意山区午后 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平地倒不用太担心 台南26到31度 高雄27到31度 屏东25到31度 降雨几率也是20% 而东半部地区来看 明天主要也是晴到多云的 但紫外线指数会到达过量级 宜兰23到33度 花莲24到32度 台东则是24到31度 而在外岛地区来看的话 在明天金门有些局部降雨 马祖还有澎湖多云道琴 未来天气透过图卡 也要告诉大家 我们提到明天呢 还是稳定的天气形态 礼拜五 山区午后降雨会稍微增加 等到周末假期 水汽再多一些些 午后降雨的范围 也会再扩大一些 锁定台式气象 君开每天跟您聊天起 也没有 感谢观看